我們來幫我們選鼓 陳哥幫我們看一下 今天盤面上講這個雙鏡頭概念 雙鏡頭其實最早 我們看到這個玉金光一直飆 大家突然間看到這個二線光學 那接下來呢 到底還有誰 今天新劇科長停辦 那其他的怎麼看 後來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大力光告玉金光 一年偷偷的 已經和解了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那一天突然講 大力光 他們兩個是Apple 把它牽線以後和解了 那大力光又告贏了 那個Samsung 所以未來的雙鏡頭 基本上來講 鏡頭我們有 然後那個感測器 又是Sony的 然後ISP影像處理晶片又有 所以很容易就接到 很多的組合的訂單 包含接到了 有包含這個2301是光寶科等等 這些就接到 所以我們就從光學鏡頭的這些股票來看一看 有沒有那種移租 移租 沒有注意 我告訴你 說不定你還在那邊笑 我沒有 我哪有說什麼 然後我們看 我們就一定要拿大力光來看 我用鏡子來看 跟獲利來看 其實光學鏡頭 普遍都不太賺錢 滿慘的 是喔 但是竟然玉金光 賠那麼一屁股 還能給他90塊也蠻厲害的 對 就代表說這個切入有一定難度 好 那我們從大力光 大力光呢 靜止 靜止 我應該把它 老 他今天應該是3580 應該沒有記錯了 你要拿什麼去拿 我要看收盤去啊 沒關係我們把它看過一遍 好啊 我們就很簡單看嘛 大力光來我們看一下 大力光 我們的這個台積電 沒有過這一個 這個叫做川普的那個棒的高點 就是9296 他其實有過了 他有過了 他因為有過了 所以帶動 這個才會成為比較強的電子股 你看2330的台積電 好 今天比較可憐 對 還掉下來 你給人家偷笑這樣 沒有 台積電應該代表台股耶 人家台積電今天比大盤強耶 是啊 對齁 那我們來看玉京光來 玉京光 3406 一個月漲一倍 對啊 原來偷偷已經怎樣 和解的啦 我們現在 那個Apple才敢下單給他 那我們來看新劇科 是今天漲停板的 3630 3630 22塊3 直接漲停板 然後我如果印象沒有錯 上半年來虧4塊多 是喔 來我們看上利 3360 3360就是 上利 這個代理商 今天紅黑棒好長 你看 他是不是創新高 他其實是外資買的 先進光 3362 3362說被告 被告還好啊 不是 被大力光告 還一審還在審理中 你看人家股價還這麼強 沒關係啊 告那個都告很久 這個都看完了 就剩一檔 華金科 這個是 那個是什麼 玉龍集團 玉龍集團的 喔集團股來 華金科 我們就來看華金科 他的淨值 我們剛剛看過的所有股票 每一檔都超過淨值了 不管你這裡虧多虧少 通通超過淨值了 就剩下這一檔 還沒有超過淨值 那我們來記一下 他淨值是32.56 32.56 我們來看一下他 阿可憐啦 剩二十幾塊 怎麼會這樣 對 因為他是藍獸香菇的那一組 但是 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我們來看2204 對不對 2204 你看 人家早就已經偷偷的在作帳 玉龍集團在作帳 玉龍集團 玉龍集團是有錢的 所以華金科說不定 華金科是玉龍集團 搞不好華金科 我記得我以前 跟大家講 那個 有一檔股票叫3234 也很開心 3234就是 光環 光環 那時候有20幾塊跟他講 最後他漲到120 對 然後現在跌下來也有50 對 現在慶菜喇喇嘛 50 那這個股票現在有20幾塊 搞不好哪一天也會漲到120 希望 I hope OK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長到120我就請大家吃雞排 請一百片 你慘了你 不用了他50塊就要請雞排 3059的華金科 我們來看一下 他第二季跟第一季 第一季是虧損 第二季第三季都獲利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 一家公司要成為轉機股 很重要除了營收以外 毛利率要拉伸 他毛利率15.6% 創了8個月 不是 8年的新高 好 那他的鏡頭是什麼 VR的鏡頭 3D 還有華金科的母公司是誰 玉龍對不對 玉龍做什麼 車 車子那個環車影像的鏡頭 全部都是他出的 東風汽車也是他出的 我們寫在這裡 我知道那智傑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他的那個 環車的啊 360度啦 因為現在人家常常門一開 撞到人家 對 所以他那個是可以看 還有那小狗狗在後面 你沒注意 就把小狗狗給撞 對 那他已經開始出貨 所以那個鏡頭是他的 然後我們剛剛講 我們雙鏡頭有三個東西很重要 一個叫鏡頭 大力光做的嘛對不對 一個是感測器 Sony做的 還有一個叫做影像感測晶片 你雙鏡頭兩個影 兩個鏡頭的影像進來 要把它處理好 你處理不好就變成跟它重影 不好看 所以影像感測晶片 他的ISP 這個叫影像感測晶片 連華為都要跟他買 華為可是有IC設計公司很夯的 所以他的技術還蠻高端的就對了 蠻早 那他的客戶有Sony OPPO OPPO就是充電五分鐘 講話兩小時 那是什麼蜜 羊蜜 羊蜜 連想小米跟HTC 其實最早用雙鏡頭是HTC HTC的TOTAL SOLUTION 都是華金科做的 然後他有生技 他有生技的部分 對他生技最重要 其實我不是看代工 我是看人工儀藏這一個 這個FDA剛剛才通過 那個是那個糖尿病的 糖尿病用的啊 就是帶在這裡 然後自己檢測 然後你的胰島素如果不正常 自己打針 自己打針 最新的啊 所以一隻要賣五千塊美金 這麼貴 美金喔 美金五千到八千 哇 就是十幾萬 十九萬到二十八萬 這麼貴 對啊很貴耶 FDA通過的 那個美噸粒有做 美噸粒是什麼 美噸粒就是一間做這個 這個血糖機加上人工儀藏 反正就是很厲害的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技術線圖 我說有沒有可能做帳 是在於大股東有沒有買 如果大股東一張都不買 他做個頭啊 都沒有買半張怎麼做 大股東要有做帳 我才賺得到對不對 千張大股 一千張的默默的買了一流車 刮風下雨漲跌都買 買很多耶 對不對 你看 好 八百張的也一直在買 好吧 這叫做符合作帳的原則 對 那他有可能複製一檔股票的模式 誰 3630 3630 就直接跳空蹦 好 就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他買那麼多了嘛 你怎麼知道哪一個利多出來 像今天有一檔股票叫4714 4714 來看一下 給你看一下 那個叫什麼結 永結 動動動動 就這樣 這樣快一點 作帳就要這樣嘛 誠哥 最好一個禮拜掌五根掌 誠熊節 你下一次找這種股票 在這裡找給我們 在這裡找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動動動動 然後下禮拜再看到你就謝謝你 3059 就是數一項目 3059會這樣子 五根喔 最好是 你請他們老闆來動一下 他有這樣的一個那個 因為我們從籌碼 剛剛看到籌碼有那個味道 對 也就是說我買這麼多耶 嗯 還要這麼多 嗯 我要這麼多是要來探送的嗎 所以這個就 不是嘛 而且我股價這麼低 從馬面上看起來是有可能 對人家每一個 每一個雙鏡頭都超過鏡子 他鏡子多少 32 32.5 就好了 32.56 哇你看 從現在 你看 現在股價多少 20 22 差10塊 10塊 剛剛 420塊剛剛好 好啦 謝謝誠哥 幫我們看到這個是 光學鏡頭的這個華金科 給您做參考囉 好 那麼再來呢我們要請一下維泰來繼續幫我們回答 3535可不可以續報呢 來3535是精彩科 精彩科 嗯 精彩科我認為應該是有機會做續報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 400張以上的大物持股本來已經連續四周 再往上去做個拉高 嗯 而且融資的部分來講 在最近這兩週 嗯 兩天啦 往上去進行這個加碼 讓股價正式突破越均線 哇 那這個其實有點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三角形收斂之後的什麼 衝出去 衝出去 對 突破 所以剛剛那檔股股 就是要等這種 有沒有 剛剛那檔 中長紅 是什麼 不是啦 雅德克啦 對 就是要等這種中長紅突破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去做一個加碼 好 這個OK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金豪科 好 金豪科這檔個股以前也是非常的彪悍 對 最近其實有點比較沉寂 但是呢我個人認為成交量到目前為止已經來到多少 其實成交量大概一千多張 一千三百張左右 算是已經量能稍微沉澱 量能沉澱但沒有去跌破前波低點 這就是正式的阻底 這叫做阻底 這叫做阻底 OK好 那千張大物持股目前看起來是持續在做一個所謂的一個觀望 所以我認為說這檔個股如果一樣 它已經在越均線附近去做什麼 瀕臨成下的動作 如果有機會出現正式的攻擊 那應該也是有機會 有機會嗎 中紅 這兩檔是這一個波段當中 最早開始 鋼鐵股的指標股 對 那所以在整個類股會不會長完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指標股它的一個強弱式的變化 對 以目前來看葉輝它的一個高檔 第一個重點 這種不算是小型股 但是呈現高檔9盤 大型股在高檔9盤就不利多 不利多頭 不利多頭 不行 要嗎就一直攻上去 它就是要至少兩三天要穿個高點 是 所以目前看起來它是高檔9盤 這第一個問題 而且盤一盤還跌破越均線 這是第二個問題 好 第三個問題 原本買最多的三大法萊 目前看起來是在怎麼樣 賣 是在調節 但是不夠 沒有很兇 是 沒有很兇 那欠章到持股的比例之前 跟大家說它一直往上走對不對 但最近這兩週並沒有在重新高 反而有點往下做修正 所以它是會能不能加碼 就別加碼了 我認為這邊就暫時不做加碼 甚至如果說它再往上漲 我會建議你部分的持股 可以先做一次獲利入袋 是喔 好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這個再回來 這個微泰還有一檔 待會告訴大家 忙回來 台中素食養生健康展 调味酱料 秋仙食品 舒适百贵 品牌工具 挑战最低价 9号到12号台中世贸 错过等明年 你有在网上订过饭店吗 有注意到同一个房间 在不同网站上的价格 可能不一样吗 TriVago帮您及时 从250多个订房网站及APP上 比较超过100万间饭店 你不要再花大把时间搜寻 最后不做认讨 TriVago帮您又快 又点难地找到理想饭店 让您轻松审核包 上TriVago 输入你要去的地方 选择入住 退房日期 然后按下搜寻 就是这么简单 点一下 TriVago立即搜寻 数百个APP及网站 并秀给您时下最夯的饭店 你还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 设定价格范围 选择想要入住几星级的饭店 或是按照我们在线上收集 超过11条的住客评分 来筛选 记得哦 TriVago显示的都是同一个房间不同的报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找饭店 TriVago 烤臭不是漱口就会好 烤臭是因为火气大 正继加味消致丸 特别增加黄莲解毒汤 脆搭脆口脆草 就好哦 有没有想过 刮糊加上护肤 会带来多么极致的享受 全新首创双重护盾科技 刮糊护肤从此合二为一 全新几烈丰富刮糊刀 几烈 罗医师怎么办 我觉得肚子常常不舒服 还容易疲倦 要改善胃肠虚弱 缓解身体疲劳 我都喝养命酒 喝一杯 等于吸收14种药材精华 吃什么都没问题 快启动长期调理计划 健康活力 养命酒 飞苏德美 含独家天然双效配方 专利燕麦淑敏因子 无造碱 无添加 百人实证 百分之百 温和不刺激 呵护肌肤专家 飞苏德美 如意新上市 爱呵护着你 现在你能感受新的爱意 新邦宝式特级绵柔 帮助均匀分散尿湿到三条神器通道 并让空气自由流动 带来会呼吸的感爽 全新邦宝式特级绵柔 好 来 维太继续回答 统一 统一怎么看 好 统一 我个人认为 这边其实 理论上要有一个反弹 为什么 因为外资 或三大法人 在这边卖了很多 对 但是它的股价 不跌了 就没有再往下跌了 是 而且在短时间之内 它就应该要谈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的股价 已经非常接近到它的什么 月均线的位置 那如果说它这边不谈 因为月均线是往下弯的 那它可能就会再往下撤 所以统一这场个股 最好是短时间之内 就往上去进行谈 否则它的一个 下跌的修正的一个趋势 都没有改变 那比较值得留意的是说 大物持股比例 这边持续往下这边 去做一个降低动作 这可能是因为外资 在卖的关系 但是我认为短线上 它应该要谈 否则它的这个架构 就不是特别的好 好 非常谢谢维泰 这个维泰帮我们回答 这是统一 那么再来我们要 请我们的这个 佳安哥来 这个是华星光 华星光怎么看 好 华星光的一个部分 现在都流行这种 跌升反弹的流行款 对 对不对 你看立望啊 什么赚全啊 都长这样 对不对 好 那我认为华星光 我觉得他有机会 从这一个平台 再往上面那个平台攻 所以他问我说 后市怎么看 对不对 我认为还是看上 还继续往上看 对对对 好来 普瑞 普瑞怎么看 好 普瑞他说可不可以解套 对不对 其实股票这件事情 有没有 其实不存在解套不解套 那是什么 就是在这边赚不到 你就换别档就好了 所以一定是可以解套 那我卖掉我要亏钱 没关系 从别档出发就好了 那我认为这个 先不要碰它 那南光 南光的部分 跟那个一龙店的部分 我认为都是比较弱势 都会比较弱势 南光跟一龙店 不建议 或是真的都不要 把钱摆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就不太建议在里面 不建议 对 好 非常谢谢佳安哥 那么今天也谢谢三位来宾 那么在待会 爸爸健康有方 今天小方姐要教我们 什么样的这个健康Paybook 要持续锁定 谢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七秒钟就可以轻松记得 一个单字的神奇效果 马上就让你来体验学习 佳佳 我的新凉鞋好看吗 凉鞋上长出三朵花 真是奇宽啊 三朵 凉鞋 三朵 凉鞋 这也太有趣了吧 方向基因文 就可以记得起来耶 三朵 凉鞋 同样就是凉鞋上长出了三朵花 三朵 三朵 这样就记起来了 太容易 太有趣了 只要能七秒钟 就可以把我十几年音语 就完全追回来了 我以后一定要开始这样学英文 用幼腦学习 让你成为人生胜利组